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嘉義隱藏小店分享 如果大家只有一天的時間來回 這一集可以筆記起來 他們都會在星期天飲業 所以我推薦星期日一天來玩 好 那我們早上第一間就先來到了 是仁染咖啡 那這間是雙空老闆開的姐妹店 當時我們在找房子的時候 陳老闆就有跟我說過這間 他說很漂亮 然後結果我們就只是看到人家裝潢好 潘潘亮亮的樣子 然後其實我覺得他很特別的地方是 他的環境或者是他的建築 就是以督洞 然後周圍也是非常的空曠 所以你來到這邊就會有一種很愜意的 舒服的感覺 因為他的正對面就是公園 所以說從他的窗戶看出去 就是一大片的綠葉那種感覺 他餐點主要就是賣湯跟麵包 所以我覺得非常適合一早起來 來這邊吃個早午餐 他去對面的公園散散步 我很會想行程 好那我們第二間來到的是小花麵包店 那他跟剛剛仍然是在同一區 所以說你就是吃完早午餐覺得很飽 你就散步來小花這邊順便排個隊 買麵包也可以 那天剛好很幸運不用排隊 但是已經中午左右 所以麵包已經賣得差不多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是早一點來 就是吃完早餐來剛剛好 那下午一點我們走到石壁 他比較像是一間在巷子內的文具店 我以前就很喜歡逛這種文具店 因為他賣的東西跟外面一般的文具店很不一樣 主要都是那種鋼筆或者是印章印尼 然後是手帳本那種外面很少看到的 我覺得都是那種特別特別漂亮的小商品為主 讚 那我們賣完石壁之後緊接著來到Harris甜甜圈 是最近在嘉義開的一間日式甜甜圈 但這其實應該算是他在台灣開的第三間分店 然後分別在台北跟台中都有他的店面 我覺得蠻特別的地方是他們先前的店面都是以老屋做裝修 那這次在嘉義開的店面也是延續這種風格 不管是店內的木製樓梯啊或者是外面他的那種木板 其實都有保留下來 然後我覺得他的甜甜圈算是之前比較少吃過的口感 我很喜歡那種就是甜甜圈那種不會太油膩 但是有點紮實的感覺 然後也不會太甜 然後我覺得他的口感上其實蠻像鬆軟的麵包 他大概一天只有賣三百顆左右 所以就是大家注意一下可以盡早去買 好謝謝喔 不會我是補充小達人 好那最後來到的是我最喜歡的高杏紅豆湯 我本來是沒有那麼喜歡喝紅豆湯 因為我覺得他都會有點死甜 但高興的紅豆湯是有假夜賣去煮 所以就反而沒那麼的甜 而且他裡面有加一個什麼QQ 應該是什麼葷桂還是葷條那種 就是喝起來超爽口 偶爾還可以攪一下超讚 我覺得他喝起來就比較不像是甜品 而像是那種飲料飲品那種感覺 就是很舒服 你拿在手上就是邊走邊喝 沒錯 我們這個行程都是吃的行程 我們超豬的耶 沒辦法 我覺得嘉義好像就吃比較多 喔喔 好那歡迎大家去猜一點打卡分享給我們 或者是你們也有什麼 就是自己私場的小店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沒錯 好那我們就這集就這樣結束了 大家再見 我還沒有按再停啊笨蛋 再停啊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